百分之百岁全麦也能做出这么好吃的面包 越绝越香 不用揉面 无糖少油 做法简单健康 现在碗里倒了三个酵母 140克的温牛奶 再倒一个鸡蛋 适量玉米油 搅拌至酵母融化 静止十分钟 再把准备好的葡萄干和红枣 切成水丁 这是200克全面面粉 加两个食盐搅拌均匀 倒入牛奶酵母水 再放入红枣葡萄干 直接用铲子搅成面团 搅好的面团盖上盖子 先松车15分钟 15分钟后手上沾点水 把面团的四周拉伸一遮叠 然后再盖上盖子饧发至两倍大 饧发好的面团拿起来放到面板上 面板上先撒一些干面粉 面团的上面也撒一些干面粉 防止粘连 用手把它按扁 切好的果干丁均匀地铺在上面 两手捏住两端 把果干卷在里面 像食品这样卷好后 再搓它稍长一些 放到空气炸锅里 二次饧发1.5倍大 饧发好后 用刀子在上面画写画刀 再撒上干面粉 空气炸锅160度 先烤15分钟 翻过来再烤15分钟 将美味的面包去做好了 外皮酥脆 里面满满的果干香味和浓浓的麦香味 特别的好吃有低脂 做法很简单 新手小白也能一直成功 如果你烤香 180度烤20分钟 喜欢的朋友就来试试吧 感谢支持